124萬劑的AZ疫苗已經在稍早抵開 那新北市這邊分配到幾劑 將怎麼運用 市長覺得這樣分配公平嗎 謝謝 因為市長一直希望是因為 整個疫苗的分配要用戰略部署的思維 在一級戰棋裡面的分配 跟其他地區的分配上 整個指揮官要考量整個高風險跟中風險 那剛剛我在CDC的時候 也聽到陳部長說了 他被考量在疫苗的分配 用高風險中風險的方式 去處理這個疫苗的分配 這裡我非常尊重我們的指揮官 對疫苗的分配 我想全民大家都有這樣共識 由彤彤由CDC指揮來分配 那再想問一下 目前市面上的疫苗 都沒有辦法讓18歲以下者接種 若未來疫苗充足的話 是否會考慮把教師納入供費施打對象 畢竟教師時常跨班上課 如果有老師懶役的話 可能會造成校園群聚感染 另外近期疫情沒有趨緩的跡象 對於6月15號是否能復課 市長的評估是會建議持續停課到放暑假嗎 謝謝 我先請教育局 有關教職員是不是施打疫苗 還有學校是否繼續停課 要不要復課等政策 目前都是屬於全國一致的問題 所以教育部也明確表示 會和CDC依據疫情和疫苗的狀況來研議規劃 那教育局也會建議教育部能夠盡早確定 以立各縣市和家長提早因應 讓大家共同團結防疫 那那個停課的部分的話 市長的評估是 我想這個部分 教育局他們在中央的整個指示底下 會做一個統合的來做一個協調 我想關於停課的部分 目前到警戒三級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是會做全國統一來做配套措施 另外有台大公衛專家傳山教授 喊話雙北首長柯文哲侯友宜 希望國產疫苗能在雙北疫區做三期的試驗 積極扶持國產疫苗 請問市長的看法 我想任何疫苗的開發 都有他們的相關計畫 包括試驗計畫 我們不清楚他整個細化的實施內容 同樣也是疫苗相關的議題 華氏蔡遠林 新的一批疫苗進來 基隆市長林又昌 希望中央比較雙北市給疫苗 怎麼樣看這樣的說法 林又昌說 雙北疫情升溫讓他壓力很大 北北基應該當成區域聯防 有打算要這麼合作嗎 我相信中央這個對林市長的考量 都會一定考量進去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防疫不分你跟我 同心面對 另外周氏徐國豪 台灣現在靠每日給疫苗 有民眾靠轟 乾脆以後就叫每日代購好了 請教市長的看法 疫苗我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只有一個原則 不管是國際友人或是宗教團體 愛心企業甚至包括政府 我們怎樣趕快進疫苗 進來的疫苗 數量要夠更要好 所以我只是希望說 有疫苗一定要好的品質量要夠 更重要速度要快 那我樂見今天有國際友人 給我們監註疫苗 我非常的感謝 專家建議封城三週換打疫苗的時間 新北市會考慮嗎 這部分我相信隨著疫情的滾動 都要跟地方大家共同來做面對 我會尊重中央未來 在整個防疫上很多的相關的治癒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 在我們所有感染裡面 屬於家內感染的部分 我們最近已經不斷的呼籲 而且從統計的數字也特別看到 在新北市地區 我們用三天的統計數量 高達40% 都是屬於在家庭的感染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呼籲我們的所有好朋友 盡量在家 而且不要有親友的探訪 尤其在未來即將到來的一些假日 那特別提到這個 有說明是不是有接觸者 沒有收到所謂的相關的通知 或是感染者 這個通知比較慢 這個部分還是上次提到的 整個系統的穩定問題 那這個部分 中央已經在持續改善 我想這樣的問題會越來越小 那以新北市政府的立場 只要接到通知 我們一定立即啟動相關的SOP 來立即處理 那中央已經說 已經改善了PCR檢測上傳系統 但至今過了兩週 新北市仍有大量的校正回歸 確診數字 連經發局都有同仁 隔了七天才收到PCR報告 發現自己確診 染疫期間也曾到市府上班 目前新北市篩檢站 是否還有塞車的問題 請問市長是否會覺得 校正回歸拖太久了 我想篩檢站在新北市的量 現在開得非常的夠 包括後續的PCR的處理 我們的這個量大概都已經衝出來了 全國都已經一直在做這個地方的努力 那至於我們所有確診同仁的相關處理的SOP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針對這幾次的處理 從確診者到匡列者到相關的清潔 還有所有的安置處理 我們都做得非常的完善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持續來努力 那至於其他的部分 不管是系統 不管是相關的一些作為 這段時間應該在中央的努力下 已經改善的差不多 我們會盡快的讓所有的確診者 都盡速的得到安置 那想問一下市府內部已經有單位 就四級管制人力進行調度的安排 這是市府針對人力配置的超限部署規劃嗎 疫情控制的狀況是否沒有想像中的 那麼熱觀 好 我們在人員的安置部分 並沒有所謂針對哪一級 特別去設計哪一級 而是隨著疫情的發展 我們的這個防疫的層級升高以後 我們各局處 一面各局處的狀況 不管是分區分流在家等等 我想都會按照我們原本的計畫 持續的推出 另外關於眾熱禮相關的議題 鍾佳的林立如以及民視的黃玉倫 還有三立馬玉文都有問到說 為了避免標籤化事故都沒有公佈 重熱禮的名單 但是有一些李明表示他們 有聽到里長廣播說他要去採檢 建議大家去 心情很忐忑 因為也擔心說 在這個時候去採檢會不會有風險 那市府針對這些地方 到底有沒有要公佈 有沒有要調整做法呢 謝謝大家一直關心眾熱禮 尤其眾熱禮的李明更關心自己的健康 我去過眾熱禮特別跟里長 一起用廣播呼籲民眾 最重要是在重熱禮裡面 因為風險度比較高 是不是能夠鼓勵市民 到我們就近的快篩站去快篩 那把一些隱性的切准個案把它找出來 也讓我們的這個監測站的數據會更加的準確 這其實就是我們所謂專家協診能夠用廣山的方式 把隱性的傳播鏈把它趕快堵住 所以這裡面為什麼沒有公佈李的名稱 因為怕被標籤化 李長一廣播其實每一個李明都知道 所以我還在這裡還是再度的呼籲 沒有去檢查是沒有去檢查 自己覺得有需要就去做 如果自己認為說有壓力 自己不放心也可以去做 我都呼籲市民鼓勵大家 都出來指 所以在這裡也呼籲市民 又在重熱禮 有空就到快篩站裡面趕快去做快篩 三立馬玉文提問 有民間的救護車間確診的病患北病南宋 但是因為天氣太熱了 救護車的駕駛中暑差點熱衰竭 以後北病南宋的時間 是否應該要按照氣溫來調整它的時間 或者是改成晚上來運送 確診病患的再送是非常緊急的 那因本著救人第一的方式來執行 那至於再送中 因為穿著全身式的防護衣 有熱衰竭的情形 那我們會建議民間救護車的這個駕駛 可以來穿著冷卻背心 還可以使用這個冰磚的椅墊 及準備大冰桶 那這樣就可以避免發生過熱中暑的情形 另外中視徐國豪跟TVBS裡做很多關心疫情 在確診的數字沒有下降 雙北的疫情還是很嚴峻 死亡數也增加了 這個染疫的高峰期是不是過了嗎 那市長是不是認為應該要強制這些民眾 都要來普篩有沒有具體的做法 謝謝大家一起關心新北市跟台北市的疫情 確實新北市跟台北市的疫情仍然嚴峻 我們還是在一個高峰期 尤其我們聯繫有兩波的高峰 那目前我們雖然沒有讓它大股上揚 穩穩的鎖住 但是我們也不排除有可能再有一波的這個高峰期來 所以我們會潛意的去做防疫 那我在這裡為什麼說特別呼籲我們市民朋友 我們為什麼廣設快篩站 就是希望大家出來篩檢 甚至包括今天推出的稻宅快篩隊 也就是希望有一些確診的很多的長輩跟孩子 還有身心障礙者能不能外出出來 我們快要給他們 所以像這些都是希望趕快把這個傳播鏈把它堵起來 只要傳播鏈堵起來 有效的控制 那疫情就可以得到控制 所以我們現在請勵在做這個部分 至於我還是要拜託市民朋友們 大家大概在家裡待了二十幾天了 真的三個禮拜 心理壓力很大 身體的承受也很大 所以要在家裡一定要盡量拜託大家 真的還是不要出門 低度再低度的活動 因為疫情並沒有過 所以拜託市民 真的大家都很辛苦 市長 大家拜託 更加忍耐一下 另外想追問一下 市長剛剛有提到 七區二十八個重熱禮的人口 大概有多少 如果這些快篩陽性之後 新北市是否有足夠的醫療量能來處理 我想根據我們最近在板橋的大型快篩站 一天最少可以摔六百個 最高可以塞掉三千六百個 所以這個量 我們當時都有做好預估 那在昨天這個篩檢出來的陽性液 其實它的比例並不是很高 所以我們也一直在做觀察跟監測當中 所以這個事情我們都做好評估 我鼓勵我們眾熱禮的里民們出來快篩 確實新北市跟台北市的一群仍然嚴峻 我們還是在一個高峰期 尤其我們聯繫有兩波的高峰 那目前我們雖然沒有讓它大幅上揚 穩穩的鎖住 但是我們也不排除有可能再有一波的高峰期來 所以我們也潛意的去做防疫 那我在這裡為什麼說 特別呼籲我們四年朋友 我們為什麼廣設快篩站 就是希望大家出來篩檢 甚至包括今天推出的盜宅快篩隊 也就是希望有一些確診的很多的長輩跟孩子 還有身心障礙者能夠滑倒出來 我們快點老爸好 所以像這些都是希望趕快把這個傳播鏈把它堵起來 只要傳播鏈堵起來 有效的控制 那疫情就可以得到控制 所以我們現在勤力在做這個部分 至於我還是要拜託市民朋友們 大家大概在家裡待了二十幾天了 真的三個禮拜 心理壓力很大 身體的承受也很大 所以要在家裡一定要盡量拜託大家 真的還是不要出門 低度再低度的活動 因為疫情並沒有過 所以拜託市民 真的大家都很辛苦 市長 大家拜託 再忍耐一下 看疫情看的方式趕下來 另外想追問一下 市長剛剛有提到 七區二十八個重熱禮的人口大概有多少 如果這些快篩陽性之後 新北市是否有足夠的醫療量能來處理 我想根據我們最近 在板橋的大型的快篩站 一天最少可以摔六百個 最高可以篩掉三千六百個 所以這個量 我們當時都有做好一估 那在昨天這個篩檢出來的陽性液 其實它的比例並不是很高 所以我們一直在做觀察跟監測當中 所以這個事情我們都做好評估 我鼓勵我們重熱禮的禮民們出來快篩